一個接一個拿著麥克風 輪流發表演說 這是在30號晚上 台南城大有上百名師生聚集 發起莫安活動 表達對白紙運動的支持 在這邊也有一段小插曲 因為舉辦地點 在城大外包的超商大樓前廣場 一度傳出沒有申請會被驅趕 後來雖然警方來 不過活動仍順利進行 學生們還謝謝警察 同一天晚上在台大校園 也有學生發起燭光晚會 拿白紙捧著燭光 學生們冒著雨 聚集在台大總圖書館前 不斷有人上前線上蠟燭 四周還擺滿了手寫標語 寫願逝者安息 願生者反抗 還說我支持勇敢的中國人民 台大學生會支持中國各地 抗議的群眾 也鼓勵同學們關注 並聲援這些中國市民 學生們隔海聲援 燭光象徵希望之火 希望不要再有寶貴生命 因錯誤政策而失去 華視新聞綜合報導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